大家好 很多花友给长寿花换盆之后 往往都会忽略了一个动作 就造成了长寿花出现烂根的问题 这个动作就是给它进行土壤杀菌杀毒 因为长寿花本身它就是一种幼稚多枝植物 它的根系在换盆的过程中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损伤 那么续经就会从伤口入侵 导致整棵长寿花烂根死掉 大家看到没有 就像我这一棵一样 没有给它进行杀菌杀毒 所以说我们给长寿花换好盆了 一定要记得给它进行土壤杀菌 我们在家庭使用的话 最适合就是用这种恶眉林 这种恶眉林它是比较低毒 比较环保的 而且它是针对土壤杀菌杀毒 再说它也没有任何的臭味 我们只需要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对水作为定根水来浇灌就可以了 最好是连续给它使用两次 第一次使用了之后 等到这个土壤完全干透了 再给它使用第二次 这样的话就避免了长寿花换盆之后 出现烂根的问题 除了长寿花之外 月季也是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因为月季比较容易得黑感病 尤其是修剪后马上给它换盆 我们给它使用这种恶眉林土壤杀菌具的话 就可以完全的避免了烂根黑感的问题发生 因为多数的续菌病菌都是在土壤里面繁殖出来的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